第36題 將甲乙兩燈泡連接成右途的電路 兩燈泡皆能正常的發光 且甲燈泡比燈泡亮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那我們看到這個裝置 我們燈泡亮度 亮度是要跟功率有關 到目前為止我們沒有學過功率 所以我們都假設燈泡一樣 在燈泡一樣的時候 誰的電壓大 誰的電流大 誰就會比較亮 但這一題顯然不是燈泡一樣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 甲跟乙的電流是一樣的 因為他們是屬於串連電路 所以他們電流要相等 但他們燈泡不一樣亮 所以顯然是因為電阻不一樣 電阻如果比較大的會比較亮 電阻比較小的會比較暗 那麼在同樣的根據V等於IR 在一樣的電流情況之下 電阻如果比較大 電壓就會比較大 所以甲分道的電壓會比較多 乙分道的電壓會比較小 所以我們看到C跟Z的電壓關係 應該是電池的電壓 因為它是所謂的總電壓 會比甲來的大 然後也比乙來的大 所以C跟Z都是錯的 而電流關係就剛剛講過的 甲跟乙兩個是串連 串連的時候 電流應該是相等的 所以第36題呢 我們答案要選的是B 36題我們說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B 電流 甲等於乙 我們說下列敘述 這件事情 我們下列敘述